费曼学习法是学习新知识有效的方法 它能够加深对以学知识的理解 也可帮助背靠 第一步是挑选一个要理解的主题 并着手开始学习 一旦搞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 就拿出一张纸 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就如同你正在教授别人知识 最好像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那样 边写边说 这会让你了解到你掌握了哪些部分 还欠缺哪些部分 当你卡课时 重新学习并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可以从头到尾 完整地阐释整个主题 这之后 再从头开始重复这一过程 但是这一次 请用简练的语言 或者借助图示的方式 来阐释这个主题 如果在此过程中 你的语言啰嗦或思维混乱 那说明 你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主题 因此 你应该再次研究一下 通过阐释 让学习方法变得更高效 一旦你能用简练的语言 去阐释一个主题 那就说明 你已经对这个主题 有了深刻的理解 而且会被记忆很长时间 查理德费曼 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 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出了名的 喜欢请他的数学家同事 用简练的语言 来阐释一些概念 从而测试他们的理解能力 谢谢收看 也欢迎收看Sports频道下其他有关学习技巧的视频 这些视频会是对此视频中学习方法的补充 请在评论栏中给我们留言反馈 或者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种技巧 Sports的视频是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的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 编辑和播放我们的视频 但仅限个人用途 公立学校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 也可将我们的视频 用于培训 在线教学 或设计新课程 为了帮助我们确保独立性 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者 并进行捐助 有关详情请访问 patreon.com Sports 即使是一美元 也能物有所值